作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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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着滑板车悠悠滑行在城市中 庄秀卿从小就非常懂得享受人生 爱玩的他17岁就嫁给知名的音乐创作人 并且很快就有了两个儿子 除了照料好家庭之外 其余的时间不是出外运动游玩 就是晚上和三五好友一同饮酒作乐 但这样的生活却无法填满他的心理 空虚的人生因为一场梦 让他开始一段寻道的旅程 梦中造访的一位白衣人 默默地将他带进教会 并以爱填满他空洞的心房 朋友们你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 今天我们现场的来宾 在过去他的生命追求 就希望能够过一个自由自在 吃喝玩乐的日子 然后觉得这样他就很开心了 结果没有想到这样的日子过久了 确实越来越空虚 但他到底怎么得到 生命真正的满足呢 今天来听一下他的分享 欢迎庄秀卿 秀卿姐你好 你好 所以在过去真的常常吃喝玩乐 对 都是玩一些什么 比较喜欢运动方面 对 就喜欢一些单车 还是到山上去游玩 喝酒 跟一些好朋友爱喝 吃吃喝喝这样 然后四处开车去游山玩水 吃好的 对 吃好的 对 听起来日子很愜意 就是很开心 很开心 那小的时候爸爸妈妈 就是常常这样带着你 到处跑到处吃到处玩吗 家里头的背景 其实没有耶 爸爸很老才生我 大概五十多岁才生我 哇 对 那妈妈呢 妈妈在我国小二年级 她就得癌症就走了 那小学二年级之前 有印象父母亲之间相处的状况吗 小时候印象是 因为爸爸是个雕刻师 每天就看爸爸坐在那里 都会雕刻一些 比较像一些佛桌 还是佛像那些东西 对 然后妈妈就感觉 我对妈妈的印象 好像她每天都在吃药 每天都在吃药 对 都四处在找名医 在看她的身体 那到了小学二年级 妈妈是因为癌症过世吗 对 你在那个年级 你对妈妈过世这件事情 你能够理解到什么程度吗 有一天她躺在窗上 她 我也不懂她 那个就是要走了 我看到她鼻子都 流一些东西还有嘴巴 就突然看到就走了 所以是在你眼前 对 对 我们都陪伴她 跟爸爸 对 然后就这样走了 我就 原来这个叫做死 也变得比较早熟 这样听起来 也是有 对 当妈妈走的时候 爸爸就开始 可能是我现在长大 我懂了 他可能是怕他也是这样走了 所以他 我从很小就 被培训了很独立 对 爸爸妈妈都 爸爸都会叫我 拿钱给我去放假 放假 他就 你要去市场买些鱼菜 什么回来 叫你自己去买 对 会拿钱给我 然后挑你自己喜欢的 回来 爸爸会教我 对 他就很单纯的 这样子教我去做菜做饭 这样 对 所以爸爸真的是很爱你 而且我觉得他的担心 是因为他想的是他 五十几岁才有了这个孩子 觉得年纪差距很大 是 怕没有办法陪你的时间太久 这种担心就出现了 是 那会因为妈妈离开 爸爸对你的管教 一方面教你要更独立之外 会对你更严格吗 会 他的严格就是 放学回来 不可以离开他的 他的视线 因为我都会 跑到外面去 找邻居的小朋友玩 去当一个坏孩子 去当一个坏孩子 去把人家 带出去外面啊 跑啊 玩啊 打架 那你在外头这样惹事 回家爸爸会 会啊 会揍你 会打 会打 印象很深就是 有一次不要犯了 很大的错就是 爬到人家的二楼 结果 结果 从 爸爸在叫 还有邻居 然后我就紧张 从二楼直接跳下去 要赶着回家 也没怎样 就跳回家 回去背我爸爸 夹在大腿 用棍子打了 好惨了 所以到大了一点呢 像到高中之后 就开始 玩啊 上课也没再上啊 高中时期真的是 就玩得更厉害 对啊 在外面 会忍上一些坏习惯有没有 坏习惯会 就是看别人 喜歡抽烟 那时候的感觉 哇 抽烟好像很酷耶 对齁 对 然后我也来学习一下好了 抽起来对我的喉咙不舒服 对 所以我就对这个没兴趣 但是倒是对喝酒还觉得不错 就会时常 喝一点 翘课啦 对啊 就跟他们去玩啊 去玩去喝酒 对去喝 所以高中就开始喝了 大概高三 爱玩且崇尚自由的庄秀卿 在17岁那年因为怀孕 嫁给身为音乐创作人的先生 并且很快就有了两个孩子 因为不适应婆家的种种约束 她和先生搬出来独自居住 还好先生优渥的工作收入 让一家人都能过着富足的生活 但当先生和孩子都不在时 感到孤单的她 便开始向世界寻求填满心灵的方法 就是她会把自己排得很忙 因为从我有印象中 可能她每天就是 会跳什么叫韵律舞 然后去游泳 然后我记得她跳 我会跳很多种舞 就是她自己会把自己 因为她很爱运动 所以她会把她的生活排得很满 就是她也算是一种人来风吧 然后喝酒她就可以喝得很high 然后如果说要运动 她也是没在怕的那种 真的就是 因为她以前是参加三帖的 她体力非常好 刚认识她的时候 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海派的妈妈 然后好像就是无拘无束 没有任何极限 她带我们去吃很高级的海鲜 然后我还记得她让我带了两箱的白酒回家 然后她跟我说 好 我跟你讲喔 这个白酒很不容易取得 它是坐船来的 然后很甜很好喝 然后就是讲说 她上次喝这个酒喝醉啊 然后喝都什么都不记得 然后什么什么的 然后说这个送你喝 然后我就好 好 好 我就带回去 我还记得我喝什么很久的 然后还有很高级的海鲜 很好吃 就是各式各样好吃的东西 她都会带我们去吃 她很追求世界 然后很喜欢喝酒 很喜欢运动 对 感觉她好像生命当中 她可以活得很灿烂 可是就感觉她的生命 好像还少了点什么 高中时期 没有装修期呢 不爱念书 爱出去玩 而且很早就结婚了 十七岁就进入到婚姻 十七岁真的很早耶 跟前夫怎么认识的 就是有一次 就跟几个朋友还有同学啊 一起在某家餐厅西餐厅 那时候西餐厅还蛮红的 都有助唱啊 然后我们就去吃牛排啊 然后我喜欢夜生活 那时候就跟他们去啊 然后就在那里吃牛排 吃吃喝喝 到了大概晚上十二点多的时候 突然前夫她冒出来 她就说 因为她也是从事音乐人嘛 她是在那家西餐厅工作吗 对 她在那里助唱 她就在那里助唱 对 她自弹自唱 然后呢她也有在电台录音 然后她就刚录完出来 她就在那里 她就在那里讲笑话 觉得这个人还蛮有趣的 哪一把其他在那里唱歌什么 我就有一种触电感 就这样 两人就开始招网了 她的年纪跟你相仿 因为你那时候才还是高中嘛 对 对 那时候已经毕业了 已经毕业了 已经毕业了 但也才十几岁啊 十七 十七 对 所以那她也是社会人士啦 没有 她跟我年龄一样大 但是她没有 对 她也 她喜欢音乐而已 她没有继续上学 对 她没有 所以她年纪很轻就开始自己 有这么独立的经济收入的能力 对 那你们两个都才十七岁的年纪 对 怎么就结婚了这么快 就是 凤子成婚 您那时候发现自己怀孕的想法是 吓到了吧 一开始是还不懂说什么是怀孕 但是已经四个多月了 不行啊 肚子都跑出来 我再怎么穿衣服要遮 我怕被看出来 我就想说 好决定 现在 你回去 我回去 各自自己面对爸爸 对 就这样回去面对爸爸 结果爸爸怎么说 我就哭啊 我错了 但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我爸 眼泪掉下来 他就说 对方的父母亲知道吗 我说他回去讲 然后我爸 就说 你真是傻 那没办法 只能等对方看他们怎么做 再帮助你 他就这样讲 然后过没几天 对方的爸爸把我叫去他们家 然后就跟我讲 我去找你爸爸 然后去提亲 然后你就过来我们家 但是你们两个年纪那么轻 我们家又是在做乘衣厂 所以他们家经济还不错啊 经济那时候算不错 还蛮稳定的 对 然后乘衣厂 然后你可能要过来帮忙 我说好啊可以啊 我很开心啊 我说好可以可以 然后就 过没多久 好像不到一个月半个月 他们家真的就这样子 我爸爸就给他说 订婚跟结婚就一次 所以嫁过去之后 就同住在一起嘛 跟公婆 对 那新婚生活相处的都还好吗 对公婆来讲 他觉得 哇 怎么会有一个 这么棒的 有一个孙子要出事 他们都超开心的 所以他们很期待啊 对他们很期待 而且我婆婆都去准备婴儿床 什么全部都是她打理的 那孩子出生之后呢 你带 没有我没有带 你没有带 对 婆婆很棒 都是她带 然后那时候公婆就跟我讲说 你去帮 跑一下业务去送衣服 去每一个点去送衣服 对 就还是有点事情给你做 对 我就开始跑业务了 然后一整天我就出去了 就很积极地把这些事情赶快做好 所有的店都赶快跑完 然后我就可以去看电影 跟前夫去约会 去吃什么好吃的什么吃醋 玩到晚上他去工作他的 然后我就回来 对 才回来顾小孩 对 也不会被骂 对 所以还蛮喜欢那样的生活 在那个当时 其实我蛮喜欢那样的 而且可以减少跟家人在一起的 有一些摩擦 那很快生老二吗 老二是他们怕我说 我的个性他们都看得出来 我就是一个比较野的个性 比较爱玩 你把我关不住的 然后他想说 他们真的很担心我会跑掉 把孩子丢的跑掉 对 所以他就想说 鼓励我说 你再多生一个 趁现在我们都会帮忙你 你这样把他带起来 这样子对你以后老了 小孩子可以陪伴你 都跟我讲了很多 然后我就傻乎乎 就听进去了 还有亲戚也会这样跟我鼓励 我真的听进去 我就自己决定 好 那我再生一个老二 这样子 那老二也是同样的模式在带吗 也是给婆婆 然后你就去外面跑业务吗 然后老二就 婆婆她也太累了 老二生出来的过程 就不一样的命运了 就是有让我 让我全程都是我自己带 他们会辅助我 譬如说我要吃饭洗澡 什么辅助一下 他们帮忙一下 对 会帮忙的 主要是你要自己顾 对 主要就是都是我自己来 我才知道什么叫做 带小孩子的辛苦啊 所以那样的日子你过起来 还对于你这个一直觉得想要在外面玩 你说你个性比较严嘛 想要自由自在的 对 你受得了吗 在家里头过小孩 就真的受不了了 然后当带这两个小孩子的辛苦 已经够累了 然后还要经过 那时候才真正知道 什么叫公婆了 就知道说 哇 怎么会时常一直在被 被骂 被恋 怎么会这样啊 那种生活 一整天是这样子的生活 我也不是那么乖会听话的 对啊 其实他们对我很好了 所以我就跟前夫讲 我现在我已经去把房子看好了 我几号要搬家 你一定要宅 到了那一天要搬家的时候 卡车都在我家门口了 然后他自己跟他爸妈说 我们要搬出去咯 所以到当天才讲啊 对 才讲 哇 那他们应该也不是很高兴吧 我看到公婆她们就没讲什么话 就这样安静 然后搬家公司就搬了 然后我们就搬走了 就这样 对 搬出去开心吗 一开始我很开心 因为全部都是我自己 可以掌控的事情 我觉得我很开心 不要有人在旁边一直睡念 对 不要再念了 我受不了 然后 后来我是有一点后悔了 因为到了晚上 我会觉得 因为前夫都不在家 他在工作 对啊 半夜才会回来 而且我只是小孩他们睡着 我自己一个人 我觉得很安静 我会害怕 因为我的 从小到大我一直觉得 我的身边都有一股什么东西 它会碰我的身体 会有一些比较灵异的感应就对了 对 但是我眼睛看不到这些东西 可是当 没人而安静的时候 那种东西它会摸我的身体 对 所以因为搬出来 大部分就是你跟孩子而已 对 那这种不安的感觉比较强烈 对 我突然 我的腿软 就那一次 我腿软我跪下去 有一种声音 然后它是很清楚 然后我的嘴巴讲出来 它会回应我 然后 我的眼泪一直流 一直掉眼泪 有时候跟他们 有时候跟小的儿子一起来 所以 几乎一个月会 离婚多年之后 庄秀卿选择北上 和大儿子一同居住 不只帮忙他们带小孩 假日也有更多的时间 一同聚餐 但回首多年以前 爱好自由 且个性强势的他 却习惯独来独往 面对婚姻里的种种困难 与约束 让他千方百计的 想要逃离这一段关系 甚至跑去修行 而这一段婚姻 最终也因为前夫 难解的酗酒问题 画下句点 印象中就是爸爸 可能喝醉酒的时候 比较会做 做一些 他平常清醒的时候 不会做的事 不会说的话 然后妈妈 可能常常会 因为他喝酒的这些事情 可能喝醉酒的事情 可能比较 多冲突或吵架 可是他们不会在 我爸爸喝醉的时候 吵架 因为知道 没有什么用 对那可能就是 在清醒的时候 对会有一些争执 对会摔东西 然后摔电视 对我记得好像是国小 应该是四五年级的时候吧 有一天我们就是 要上课的时候 然后一到客厅 发现整个客厅 整个电视也是烂的 就所有东西好像 遭过小偷 还是地震一样 就全部都是烂在地上这样 婚姻的当中 首先就是他个性太强了 他是 就是我感觉他像一个男人一样 对 那他的那种强势 造成他没有办法 在婚姻当中 其实那时候他也不懂真理 不知道原来妻子真的被造 就是要成为帮 成为丈夫的帮助 伴侣公婆家自己独立出来之后 受亲他的压力却越来越大 也越来越辛苦 而且夫妻之间的相处 开始有越来越多的问题 就浮现上来了 刚刚有讲到先生其实喝酒 本来就一直都喝 对 喝到后来是变成酗酒的问题的话 那状况又不一样 你怎么会发现他喝的 有点太多了 因为越喝越多 然后就会觉得 每次回来都是醉了 后来我觉得先生怎么会 越来越沉迷在这个酒精上 他一个礼拜 每天都是喝醉回家吗 几乎都是喔 每天天天 他醉的时候会怎么样 他的酒瓶不好 一开始他不会对小孩怎么样 白天他清醒的时候 他就会买玩具给他们 然后会跟他们一起玩 玩玩具 这一点他倒是做得非常好 白天真的做得非常好 就陪伴他们跟他们玩 教他弹琴 陪伴他这些什么他都会 喝酒回来就没有了 他会用晚上喝醉酒来 把孩子叫起来管教 就會要打他 罚战很凶 打 骂 我想说 而且这种事情犯了很多次 他时常都是半夜这样 半夜啊 所以孩子已经睡了 对 而且隔天要上学 就把他们挖起来这样子修理这样 对 后来我跟他说 不要这样 我挡挡不住 他学生也会帮忙拉 就慢慢地把它拉开 我就把小朋友带到房间睡 我说好 没事了 赶快睡 明天要上学 就乖乖听话就好了 他们也莫名其妙了 然后又睡早了 所以在后面 他酒越喝越多的时候 你每次看到他这样醉得回来 你自己心里头是怎么样 一开始是 就会用爱的关心陪伴 他就会答应我 好好好 那几天就不喝 然后就带我们去玩 去百货公司玩 这样子 买东西 可是到晚上他会 反而会反过来辱我 其实还是一样重复 一直在过这样 到后来我受不了了 我心就开始慢慢地 担掉 忍掉 对 这个人我越来 越没有起初那么爱他 起初的爱他 对 没有 因为我看到两个极端 我没办法接受两个极端 那有想过要离婚吗 那时候 他不愿意你怎么离 所以当时生活得很不愉快 就是一个想要脱离现状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状态 对 我很痛苦 然后我不想陷在这种苦 然后我就在想要用什么方式来 来让我自己可以 过我自己开心的事 那时候我爸很老很老 他还没走 很老很老 他说 你可以买一间房子啊 我可以帮你的忙啊 帮你付个头款啊 然后你们赚了钱 你就可以这样子 用贷款很便宜啊 很利息很低啊 然后我就完全听爸爸的话 我就听进去了 就开始先去买一间房子来住 然后就感觉这样子 然后把所有装潢什么 全部都自己的想法自己来做 对 然后我就完全对前夫这一个心思 就比较淡 对 就先把它摆放一边 对 所以买房子是怎样 然后这个房间我要挤房 找个什么样的原因 要换个房子就对了 对 都会 有赚钱 有有有 就是卖掉就赚 怎么这个也可以赚钱 也不错哦 然后我就又再去看别的房子 可以投资哦 因为有赚到钱你就 对对 心仰大了嘛 就会不一样的想法 对 就会去这样 那那个时候除了喜欢看房子 买房子这样子之外 还有其他什么心灵寄托吗 就是有里面的 莫名的空虚感 就是小孩子他们都睡觉了 而且越来越大了 越来越大了 我只是早上送去学校而已 开车送他们去 然后把他们接回来 就这样子 一整天其实还是都自己一个人 对自己一个人在忙着一些 忙完的时候自己还是会静下来 一直觉得 为什么我一直 一直觉得我里面都是 少了什么 对 有一次我在睡觉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梦境 我看到 哇 好美的天空哦 我看到 有一个人 他的脸是很饱满很美 然后他穿了一身的白衣服 白袍 白衣服 然后他后面都是彩虹 然后是整个天空 我看到整半片天全部都是彩虹 很漂亮很漂亮 然后我看到那一个梦 哇 好吸引我 然后我为了这一个梦 我想要找到一个 他可以让我明白 哦 怎么会有这个 这么清楚这一个 这一个人 他在哪里 就开车去找 我找了好多哦 好多的事 很多的庙 我全部都找过 我找不到 我看到这个景象的什么图啊 还是他们有在 有关于这一方面的 我找不到 好吧 已经找这么久 找得这么累了 好吧 那我去了解一下这个宗教 看能不能救我里面这一个 空虚的感觉 对 还有这个痛 嗯嗯嗯 对 就这样子 我就跟人家去学习宗教的一套静坐 哦 去静坐 对 去修行吗 对对对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 要修的部分吗 就除了打坐之外 静坐之外 有啊 就是他要学习一些 断掉很多什么 谈嗔痴还有一些外在的东西 你都要把它靠这个静坐了 静下来去把这些东西 弄不见 那你修了一段时间之后 有比较可以进入到那个状况吗 还是怎么样 其实 其实只是心里比较安静下来而已 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反而学出来变成那一种 包括交朋友 我还会去看等级耶 我变成这样子 学到我自己的更加的自私 那你对先生呢 你对你的婚姻状况 在这样子修的过程当中 有带来什么样的帮助或影响吗 更想脱离这一段婚姻 更想脱离 更想脱离 对是有某一天她真的对我开口 她怎么跟你说 有一天 我睡觉的时候她打电话 两点多她打电话说 我已经喜欢上另外一个女孩子 可是我现在很矛盾 她既然这样跟我讲 我现在很矛盾 我又很爱你 我该怎么办 我马上回她 明天我陪你去 我们离婚 不到半小时 我看这个人回来 她就求我说 我们可以重来吗 她的酒醉马上清醒了 她说我们重来 我说我没办法 因为我等你很久了 这句话等你很久 除非你改变 可是你一直没有改变 而且我很早就不爱你 我这样跟她讲 对 真的去办 我们就这样 就结束了 就结束这段婚姻 这样持续几年 这个婚姻 哇 很久了 至少有十几年了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他使我躺过在青草地上 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庄秀卿每天固定的读经祷告 取代了过去的禅修与静坐 原因来自于 当她在面对灵界的骚扰时 却发现自己无能为力 从此让她离开修行的道路 取而代之的使她走进教会 找到心里真正的满足 因为她开车技术很好 而且她虽然很小只 可是她都会开那种很大台的车 然后她还没信主之前 她就是一边跟我们讲说 她去禅修怎么样怎么样的 然后一边操车 然后还会一边骂前面的那一台车的人 然后就说我们要去静坐 然后怎样怎样的 就落差很大 然后我们坐在后面就会觉得 就是会觉得很莫名其妙 有一年回去她就开始跟我们讲说 她信耶稣了 然后甚至还就是什么 很早就起床 然后穿得很漂亮 然后说要去教会参加承道 对 就是很大的不一样 人都有一个虚空的感 我们需要归家 那在归家寻找的当中 其实很多人都去找一个宗教 那最重要刚讲到 她生命其实最需要的 就是她要有那个爱在她的里面 那她得到这份爱之后 我觉得她终于找着她所要的 所以以前那个糊烂的人生 百烂的人生 或者是喝酒买醉的人生 她觉得已经没有对她来讲 没有什么意义了 庄秀心觉得自己一直困在一个 让她很不快乐的婚姻里面 好不容易终于离婚了 孩子这时候也成年了 应该是觉得很开心吧 很自由吧 对 没有婚姻你觉得是个束缚嘛 是 所以离婚之后的生活大概是怎么样 离婚后啊 就其实有离婚跟没离婚 其实都一样 也差不多 有流了几滴眼泪 觉得说很舍不得 还多少有一点 毕竟这么长的婚姻关系了 对 而且十几岁我们 就在一起了 互相都是那么矮 然后我们互相都错了 但日子还是早上过 对 那你还常常跟朋友一起出去 几乎天天吧 吃喝玩乐 真的很夸张 很夸张是怎么样 对 就是会去跟一些好朋友啊 其实我们 我们都吃了还蛮不错 喝了也蛮不错 酒一喝 其实我也是蛮嗨的 酒一喝就是 跟现在比较不一样的个性 然后他们邀 我们明天去打球 说可以耶可以耶 所以要约骑弹车 好啊走啊 骑啊 对啊 所以大家约我做什么 我都可以 只要是出去 玩 对 爬爬走我都可以 还是说出国出去玩 好啊我也答应你们啊 我都是这样 对 所以你同时也吃喝玩乐很开心 对 然后同时还是继续打坐修行这样子 要舍弃这些世俗的这些 就是有时候 还是会 谈一些感情啊 然后自己会有很多的无奈啊 可能需要进去 去疗养一下内心啊 然后就 不见了 觉得好一点点 然后再继续玩乐 对 你觉得你那时候状态 你自己有感觉到矛盾吗 有 你自己也有感觉到吗 有 然后有时候在夜店玩的时候 我就会感受到 哪一股气又开始了 又在被碰的那一股气 对 会被摸 甚至有一次印象很深刻 就是跟朋友去 北部的桃园某个地方玩的时候 那天晚上就是女孩子 住在他们家 哇那一次真的是我整晚的挑战 我 我躺在她的床上 我没有睡觉 我拿一本书在看 结果 我想说奇怪 为什么我的大腿怎么好像是那个 人家按摩棒在电动那一种 就这样 从下面我的 我的大腿这样子一直震动 一直震动 然后她的速度是很快的 我想说这个床是怎样 我摸旁边 都没有耶 就这一个点而已 然后那时候已经半夜大概一两点开始 我那个好朋友她已经睡着了 我还听到她在哀嚎的声音做梦 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呼喊我 那时候修的那一个 对 宗教的他们的那一位的名字 我就呼喊她 请她救我 说我知道你 我知道我一直在为你打坐 我一直在学着一些内在的东西 现在我遇到的这个 她是鬼在摸我 你可以帮助我吗 我求你 我求你 我还跪着一直求她 没有用耶 还是一样 我再试一下还是一样耶 就这样 我整个新人了 我对我这个宗教从来之后 我没有再去了 因为我找不到我要的真理 那后来你离开之后呢 你就更是没有矛盾的继续玩乐 对 没有那一个把我绑住的 因为我也不知道 生从哪里来 死我会去哪里 可是那个空虚就一直存在啊 虽然每天都完蛋 还是都是空虚啊 就里面就是很空啊 当全部的人都 都离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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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剩我一个人 面对我自己的家 还有我的身体 还是一样会被摸 怎么都会这样子 我就和平相处不理啊 反正看不到也不会怎样 对 就这样过 那后来是怎么样开始 有机会接触到福音的 那时候是 我到某家健身房 我去运动 然后我去运动 我去跳舞 然后有某个老师 他是很敬谦的基督徒 然后他说他为我 他要传递这个福音给我 他有跟我说 他们已经为我祷告两年多 他说 Sandy 所以我可以介绍一个 全宇宙最大的神 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让你认识 你要吗 我马上反问 什么神啊 你有什么证据啊 有什么证据 我还问他证据喔 然后他跟我说 有一本圣经 我可以排圣经论 让你来了解 你可以来我们教会了解 你要吗 我听到圣经是证据 然后最大的神 好吧 那我就答应他 我跟他去 试试看 我去去一下 去听看看 对 你在这之前 对于基督教 基督信仰圣经 有概念吗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没接触过 没有 所以你第一次听到 然后你真的去上 那个圣经的课程 你有觉得有什么 不一样的感觉 就听到挪亚 近方舟这个 对 就有打动过了 就这样说 神让这个挪亚先知 然后他亲自告诉他 这个水什么要 洪水要灭了 那方舟要怎么做 对 然后的过程 他有讲一些圣经里面的 有跟我解说这一些 虽然我不是很懂 我结束这一堂课后 我就回去网络去找 开始一直在很渴慕 然后网络这么发达 就可以搜寻 开始找 然后他就会丢一些 他们的教会的一些 在牧养人的话语给我 一直丢给我 我就一直读 因为我想了解 然后他又跟我说 我们都是他创造的孩子 所有的万物全部都他创造 这宇宙 我们的地球这一小颗 只是一点点而已 然后就 每周我都会乖乖的 去听 去听他们拜我的圣经论 然后他们有主日 也有祷告会 是 还有周三的门徒训练 还有什么 你都去 我都去 然后早上还成根 然后四五点就要去了 你也去 我去 那你真的很认真 对 我想要了解 是最大的 我一直找不到这位最大 然后我就这样 一步一步被带领 然后去到 印象最深的就是 在某一次我在 运动完 我在三温暖的时候 我竟然在那里 我突然 我的腿软 就那一次 我腿软 我跪下去 有一种声音 然后它是很清楚 然后我的嘴巴讲出来 它会回应我 然后 我的眼泪一直流 一直掉眼泪 然后 我发现到说 怎么 怎么有好多事情 一直跟我讲 我都忘记了 甚至外面的声音 也慢慢都安静 都没有声音 那一个多小时 我就跪在那里 然后眼泪不停流 我听到 在那一次 就真正的 我可以跟 它讲话 真的很真实的 让你感受到 它与你同在 对 喝会喝 但是就喝 没有像以前这样 一直硬观自己 觉得要喝到一个点 你才会嗨起来 才会在那里狂闻 讲一些没有营养的话 会这样 但是现在不会 就那样 就一次两次 我觉得没有什么感觉 好 就是她就是要来 就是要来荣耀神的 好耶 那我们就是 来一起为Sandy 来祷告 让她的生命 更多的破碎 更多的来荣耀神 好耶 谢谢 谢谢你爱我 与过往不同 庄秀卿不再 独自面对生命的困境 反而在教会里 找到许多 爱她的家人 而她始终 与人保持距离 独来独往的个性 如今 也在神的爱中 有了改变 现在的她 不只能独乐乐 更能与众人一同欢乐 孤单空洞的心 终于找到一个 真实的满足感 她的改变是 虽然她以前 可能会跳舞 然后游泳 然后把自己的生活 排得很满 但是她那个开心 我不能说是装 还是假的 可是 可是 就总觉得好像有一些 心事在她 心里面 对 那我知道她上来台北 她不想 让大家知道 离婚这件事情 对 所以对我来讲 我觉得这个是她 真正有这个信仰之后 最大的改变 她愿意敞开她的心房 对 然后真实敞开 然后去跟陌生人 或者是跟熟识的人 去分享 因为我觉得信主之前 她是比较没有爱的 当然我们的关系 还是很好 毕竟我们是家人 可是就可以 感觉到她就是对人 可能是会有一层 一层 对 然后后来信主之后 我就会发现 她的爱慢慢出来了 我觉得看到她生命里面 有一个爱灵魂的心 而不是只有在所谓之前 她的喝酒 然后逛街 或者是买一些名牌的东西 我觉得她的生命 已经完全的改变 能够看重灵魂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 她过去有很多很强硬的作风 然后很锐利的角 但是她现在好像就是变得很温柔 然后很快乐 比如说这个快乐是 你可以真心感受到她 做了很多的事情 无论好事或是坏事的那个快乐 是从她灵魂里面 发出来的那种感觉 庄秀卿在舞蹈老师的介绍之下 接受了这个福音信仰 自己有很多得招 甚至也开始回头来 向家人传福音 两个儿子嘛 对不对 然后很长的时间 其实你们应该是分开的 分隔两地的生活 所以他们知道你去教会的时候 他们有什么特别反应吗 有 大人她是从事音乐这行业 她会带艺人下去 带艺人下去 还有她的那时候是女朋友 还没结婚 还没有结婚 对 然后他们下来 每次下来 到高雄 对 就是去找你嘛 对 会找我一定要住我家 然后我就会在晚上跟她喝点小酒 然后我就会跟她聊着一个信仰 然后聊聊聊她 其实她也是听我的 她没有做 她可能是尊重我 因为她觉得 她还没特别说什么 她没有说什么 然后我就一直传福音 一直跟她讲这个信仰多好多好 什么这样 就这样讲 就这样种下他们的福音种子 也在他们里面 后来有进教会吗 有 他们现在有进教会 那你自己以前都很多 要追很多东西 然后填满自己 就是因为里面空虚嘛 对 要找朋友吃喝玩乐 朋友一散就觉得 怎么就好像又那个空虚又来 或是骑车骑得很疯狂 也是要弥补那个空虚感 是 你现在那个空虚感呢 我现在都没有 里面都没有这种感觉 可能是我聚会也聚了很多 然后我自己也会祷告 我睡前也祷告 我做什么事情我都会祷告 还会陪伴人 还会读圣经 对 所以还会像以前这样吃喝玩乐 到处找朋友出去 这样子 过去的那些吃喝玩乐的朋友 就全端了 一个一个也都不见了 什么贵妇趴什么趴 还是会偶尔去跟他们玩一下 你去的时候感觉不一样吗 对 那种 觉得好像没有以前 会里面会很开心 没有 觉得变成好像在观摩的感觉 然后 喝会喝 但是就喝 没有像以前这样 一直硬观自己 觉得要喝到一个点 你才会嗨起来 才会在那里狂玩 讲一些没有营养的话 会这样 但是现在不会 就那样 就一次两次 我觉得没有什么感觉 我就再来就默默的 就也不是那么喜欢去了 就自然而然的 就分别出来了 那种感觉是 是 那你在有这样信仰之后 你回头再去想婚姻 你以前的婚姻 你以前跟前夫之间的相处 眼光是不是也就都不一样了 我现在的眼光就是 觉得说 过去如果有主的话 有这个基督的信仰 搞不好是翻盘 那现在也非常清楚 那时候梦到的白衣 半梦半醒看到白衣人是谁了 有 有透过祷告问过主 我有问他 他说是我们的天父 每次想到这个画面 然后自己听诗歌敬拜的时候 就跪到地上 感谢他给我这个画面 让我今天可以得着这个福音 是 感谢主 所以你走这一趟 你光是要找这白衣人 就已经找了这么多年了 的这个经历 你最后有没有 跟官朋友分享的 我很想分享就是 信仰确实是在生活 而且这位上帝 他是活生生的神 有这一本圣经 这么清楚的记载 我们可以去追求 这个真理 不要只是说 活在世上很多人 都会被很多 似是而非 还有心思 意念 还有面对了很多的 辛苦的 旨意住行这些困住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 高一点 站高一点 就像上帝在看我们 哪一种爱 你用这一种爱的眼光 去看你的家人 或是你的另外一半 不管是你的夫妻 你的老公或是老婆 你用这一块的去看他 你们生命绝对会不一样 活出来的生命是 这个生活的信仰 主耶稣是一个 生活信仰的活生生的神 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到的 又真又活 对 今天非常收心 你姐的这个分享 非常谢谢你 我一直在想到说 其实你过去在人生 很大的一个部分 都很想去追求 你不知道哪里来的空虚 然后我们其实 大家都会有过那种感觉 我们就会想到很多方法 我如果觉得 好像很无聊的那种空虚 我找朋友来 大家吃吃喝喝玩一玩 真的很开心 可是大家一散的时候 那空虚感更强烈 我觉得很多人 都有同样的感受 或是想说 那我再找一点 什么好玩的 或是你也曾经 透过修行想要填补 可是真的到最后会发现 零里面的空虚 是属于生命的这种空虚感 真的还是必须要回到 真正能够满足的 你怎么样去寻求到是对的 是真正能够满足的 那是其他 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取代的 就是那个神的爱 谢谢你今天分享 谢谢 谢谢 亲爱的朋友们 当你今天听到秀卿的见证的时候 不晓得你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感想 你是不是跟他一样是喜欢自由 在寻找欢乐 想要找寻一个人生要有一个方向 可以真正的满足自己 其实当你看到一个人 他不断的在追求 无论他追求的是什么 他的工作家庭 或者是所谓的这个自由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时候 他只是在反映出他心里面一个真实的一个状况 有时候我们看起来非常的快乐 看起来非常的有成就 但是你知道吗 里面有一个那个说不出来的空虚啊 知道这些是人没有办法去否认他的一个存在 有时候就说 其实我一无所缺 我什么都有 为什么我里面人就是空的呢 秀卿尝试着 不是只是借着玩乐 他也想借着宗教修行打坐 是否来真正的来解决他里面的问题 婚姻没有办法带给他这个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他后来婚姻也没有了 很多事物他尝试了也没有 他透过修行 更有趣的是他一边修行 他还是一边玩乐 他是完全过着两种不一样的一个生活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你知道宗教 宗教不是不好 宗教就是表示说 你有所需要 你在追寻 你在找寻 但是你不晓得哪一个才是对的 所以刚才他的分享说到说 他修行到最后 他打坐到一个地步 可以到忘我的一个境界 他忘我只是忘记了这一切 不代表他里面 根本的问题得着解决 当他认识基督的信仰的时候 你听到他有一个分享是 尤其他受洗之后 生命有一个根本的一个改变 我觉得他最大的一个改变是 最大的一个领悟是 他发现这位神 他不是一个宗教 他是一位活着的神 而且这位活着的神是 会跟他说话的 他祷告的时候 不是对着空气祷告 是祷告的时候 神可以跟他说话 是可以对话的 这位神是可以认识的 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这位神呢 他可以填满 他心灵里面的那一个空虚 所有的人事物没有办法满足的 这位神呢 亲自的满足他里面 那个空虚或者是那个空洞 朋友们 很多人不晓得 可能从外表看起来 你一切都是非常的好 非常的顺利 可能是非常的成功 甚至非常的快乐 但是只有你自己知道 你里面是不是有那一个空虚 有那一个洞 你是不是也愿意来认识这位神 试试看 可能你什么都尝试了 玩乐也尝试了 工作婚姻 你可能用各式各样的方式 试着填补那个洞 但是总是填不满 你今天是否试试看 听着这样的一个见证 也愿意跨出一步 对这位神说 神啊 你是垂体祷告的神 你是那又真又火的神 我愿意来认识你 因为认识他 你的生命会有真实的改变 你愿意的话 你跟我一起来祷告好吗 亲爱的阿爸父 孩子未现在在你面前 有许多的朋友 他也在找寻 心里也有所需要 阿爸父啊 恳求主你亲自做那感动的工作 主啊 让人们的心向着你敞开 主啊 当他向你敞开呼求你的时候 求主你亲自的充满他 求主你亲自的来安抚他 填满他 心里面那一切的空虚 那一切的一个空洞 主啊 你让我们有一个机会来认识你 因为认识你 生命有所不同 你更是那垂听祷告的 主啊 你垂听秀卿的祷告 你也垂听我们的祷告 尤其是那些 还不认识你的朋友祷告 你一样的一个垂听 而且重要的是 主你让他们知道 你是那又真又活的主 谢谢主你是这样子的爱我们 也爱现场所有的朋友们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 你最宝贵的圣名 亲爱的朋友们 愿上帝大大的赐福与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都要买过来 我们一起开心 跟着火 一切开心 如果您的朋友 明镜需要有点多 一切开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